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3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已经展开亚洲型呼号为SPA-19的美国空军C40C运输机 在美西时间30日凌晨2点从旧金山起飞 网友纷纷关注佩洛西是否就在该驾班机上 法广援引消息称 佩洛西将于8月4日 经菲律宾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访问台湾 在台北会见蔡英文总统 就在美中剑拔弩张之际 中共党媒30日发表终生的评论文章 似乎为备受关注的美中冲突紧急降温 综合报道呼号为SPA-19的美国空军C40运输机 在美西时间30日凌晨2点 从佩洛西家旧金山北边的Travers空军基地起飞 4小时后降落在夏威夷 每多久SPA-19呼号突然消失 网友推测因事前往下一站目的地 虽然无法确定佩洛西就在该驾班机上 但网友们相当关注 有超过9万名网友在线观看该航班的航线引发热议 最新的消息称 佩洛西将于8月4日经菲律宾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访问台湾 在台北会见蔡英文总统 然后在5日下午 其坐机降落在东京的恒田美国空军基地 在日本 佩洛西将与岸田文雄首相会面 此外 有消息称 美军正在筹备佩洛西台湾型的维安部署 美媒政治家报道 美国官方仍未正式确定访台行程 但根据三名知悉行程计划的人士说法 美国国防部正在推动相关准备工作 政治家先前有报道称 如果成行佩洛西将搭乘美国军基飞到台北 就在佩洛西开启亚洲之行的同时 中共人民日报在其最新的重要评论文章中 突然降低了调门 开始大谈 加强沟通 避免误判 7月30日 人民日报以终生笔名发表评论文章 题为处理中美关系必须加强沟通 避免误判 终生署名是所谓中南海之声的咸音缩写 围绕所谓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中问题 发表评论 代表中共官方的声音 不少时评人士都指出 中共官方开始有意降低了调门 这篇文章开始部分 一贯以战狼姿态示人的中共 突然开始大谈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还强调什么保持对话沟通 加强互利合作 有效管控分歧 中共还似乎迫不及待地表示 在诸多方面 中美加强协调合作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政变的更加突出 显然 中共方面最新表态和不久前战狼 以及军方的表态 大相径庭 已经从此前的强硬表态上大步后退 文章里虽然也重复了 习近平在通话中所说的 玩火必自焚 但是完全没有提及 佩洛西绑台一事 一贯以强烈民族主义立场 著称的党媒《环球时报》 前总编辑胡锡进 30日表示 由于在推特上鼓吹驱离 甚至击落由美军护航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搭乘的座机 他的推特账号被封锁 而他为了将账号解封 也只好自己动手删除了这条贴文 有分析认为 胡锡进此前不计后果的言论 似乎在给习近平勇意发坑 综合报道 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自从英国《金融时报》上星期披露他计划于8月访台后 佩洛西不仅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而且被中共民族主义强硬派视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北京当局对佩洛西可能访台的报道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尽管官方并未说明所谓的应对和反制措施是什么 中国大陆的社媒上却充斥着中共军机半飞佩洛西的坐机 甚至随其进入台湾的各种揣测和议论 已经退休的胡锡进也不忘出来凑热闹 他星期五深夜在微博和推特上分别贴文宣称 解放军有权强制驱离佩洛西坐机和美军战机 包括发射各种警告弹 做阻碍性飞行动作 如果驱离无效就可以击落他们 胡锡进的好战言论一出引发了争议和质疑 但是胡锡进透露说 他星期六上午发现他的推特账号被封锁了 并被告知他发的推文违反了推特规则必须删除 胡锡进说 有什么办法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只好点击删除 给自己的推特账号解锁 有分析指出 随着二十大邻近 中共内部政治斗争复杂激烈 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一直希望习近平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 而台湾问题就是一个最理想的引爆点 胡锡进在关键时刻不计后果的战狼言论 有意无意的在给习近平添乱 此外 就在胡锡进这条新浪微博的评论区 网友纷纷发出了嘲讽和质疑 名为无业老男人的用户发文 老胡已经退休了 为什么还有上推的特权 更是有网友指出 退休老汉私自翻墙建议抓捕 还有网友针对胡锡进推特账号被封一事 调侃道 多大点事 你这情况我在国内经常遇到 还需要你手动扇 这点还真不如新浪 比微博强 起码你知道因什么被锁 我上一个号都不知道因为什么被炸的 代表英国191万家企业的英国工业联合会主席丹克指出 在预期北京与西方的关系恐进一步恶化之下 数以千计的英国企业正大规模的切断 与中方的经济关联 他们逐渐将业务链 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国家 丹克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做上述表示的 金融时报7月30日刊登了这篇访问报道 丹克表示 现在与我谈话的每一家公司 都在重新考虑他们的供应链 因为他们预计我们的政治人物将不可避免的加速 迈向一个与中共脱钩的世界 丹克警告说 如果英国想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就必须寻找新的贸易伙伴 以及与欧盟这样老的贸易伙伴重修旧好 否则商家的供应链成本将会直线飙升 丹克认为 英国需要在世界上建立新的战略联盟 他指出 在华盛顿公司为了与中共脱钩 而增强坚韧性是一个人人都讨论的话题 如同事引述英国官方贸易数据报道说 中共国2021年是英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国 中方输英商品占英国进口商品的13% 而且中方图示也是英国第六大出口目的地 但是英中两国近年来由于在香港等问题上的分歧 英国越来越警惕与中共打交道带来的安全关切 英国军情路处处长里查德·摩尔上星期公开表示 中共目前是它工作的最优先要务 它对中共的注视程度已经超过对反恐的关注 英国政府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越来越频繁地阻止中国公司并购英国企业 目前最后两位争夺英国保守党领袖及首相职位的竞争者 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和前财务大臣李希·苏纳克 都把对中共强硬当作各自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两人还常常比赛看谁对北京更强硬 中共的铁杆兄弟巴基斯坦因面临债务危机 外汇存底日渐枯竭 正努力避免债务违约 就连大权在握的军方陆军参谋长巴基瓦也不得不出面 请求美国援助 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早拨款究极 日经二周二十九日报道 根据美国和巴基斯坦消息来源 巴基瓦本周稍早与美国副国务卿选曼通电话 请求白宫财政部立策国际货币基金 立即提供八国约十二亿美元贷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十三日 已就这项贷款计划给予工作人员层级批准 但是依然需要通过执行董事会正式核准 而该机构接下来三周休会 董事会要到八月底才开会 一名官员说 何时能批准八国这笔贷款没有确切的日期 然而对巴基斯坦来说 时间宝贵其外汇存底已剩下不到九十亿美元 仅够应付不到两个月的进口支出 新平机构标普全球二十八日 将八国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 日前多家西方媒体点名 斯里兰卡之后下一个破产的国家中 包括巴基斯坦 该国与斯里兰卡一样 都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 消显示说 过去一周巴基斯坦多名官员 与美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他利益关系国表达担忧 迫切要求评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执行董事会的批准时程 但是这些会议都没有进展 促使巴基瓦出面 巴基斯坦前驻美大使哈卡尼坦言 这反映巴基斯坦军方 对经济状况的担心 不过尚不清楚 巴基瓦是否已经说服了美方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期的万维特报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